连小学生都知道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的故事 他是一个伟大的自然学家写了《物种起源》这本书 总结了他22岁到27岁五年环球考察的结果 提出了著名的进化论也就是演化论 为现代生物学奠定的基础等等等等 但是今天我们不讲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科学贡献 给你讲一个先为人知的达尔文 讲讲他的促世为人 讲他的初恋和婚姻 还有他与另外一位科学家华莱士之间的友谊 达尔文初恋对象叫范里 是他姐姐的闺蜜 这个发生在达尔文的学生时代 那个时候他很年轻19岁 身材瘦弱 面容若显滋嫩 但是对大自然求是充满了好奇心 达尔文从爱丁堡医学院转学到建桥大学的时候 就迷上了这个 博明汉最漂亮 最丰满和最迷人的姑娘 激发出达尔文一生中对女人最大的激情 但是达尔文过分的痴迷于寻找他的甲虫 采集他的标本 爱科学他胜过了爱范尼对甲虫花草痴情 胜过了男女之情 之后范尼告诉达尔文他准备接受另外一位追求者的时候 这个时候达尔文已经从贝格尔号扬帆起航 准备去周游世界了 当贝格尔号抵达了领约热内卢的时候 达尔文得知范尼已经跟一个富裕的政客订婚 他心中痛苦 但是为死已晚了 达尔文无法放弃他热爱的科学考察活动 他继续远航 眼看心爱的女人嫁给了别人 虽然达尔文的初恋没有如愿地实现 但是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仍然产生了极致的影响 让他对自然界的观察更加敏锐 对生命和物种多样性的探究更加深入 达尔文的初恋还加强了他决心 他决定要在科学研究上做出一番成果取得成就 以赢得社会地位和自己的自尊 最终他带来了物种起源等等重要著作的出版 达尔文功成名就以后回到英国 继续他的科学研究 他也开始认证考虑是否结婚的问题 他十分有趣 理性的科学家把结婚的好处坏处写在纸上 好处是有孩子 有人管家 有人作伴 胜过一条狗等等 坏处是就失去了女性的自由 浪费时间需要去访亲问友 买书的钱也减少了 最终他认为好处还是多于坏处 于是他就选中了他已经有多年友谊的表姐爱马 结果就是求婚结婚具体过程了 两人间未必有多少爱情 但是婚姻却还美满稳定 达尔文自己的家庭很富裕 太太家就更有钱 所以他能够安心地做研究 陶醉于科学 一家人幸福 温馨 其乐永永 1839年达尔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这让达尔文高兴无比 笑开了花 他像观察圈鸟一样的观察这个小生命 他记录下孩子的动作和面部表情 并且还与动物的行为和表情做比较 爱马为达尔文生了十个子女 腰尖了三个子 其他的七个孩子都成为了达尔文的研究对象 他在1837年结束环球旅行以后 第二年就建立了进化论的思想 但是他按兵不动 没有立即发表他的理论 不知不觉这个时候就到了1856年 这个时候另外一位年轻的英国博物学家 叫华莱士提出了和达尔文大体一致的理论 华莱士发表了一篇论文 初步表达了自己对物种问题的见解 科学家学术研究上的这类巧合是不少的 比如说比达尔文时代招两个世纪左右的 尤登和库库有关平方反比例的公案 最后是以更有权威的尤登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但是令人大开眼界的是 达尔文和华莱士之间并没有产生任何公案 他们反而互相牵掌 因此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充分体现了达尔文这个英国学者的绅士风度 高尚的学术品格 达尔文读过了华莱士的文章以后 就很快和他取得了联系 那个时候华莱士还远在马来群岛 他主动为达尔文提供帮助 收集物种材料 达尔文称赞华莱士的标本采集工作非常优越 鼓励华莱士提出自己的理论 后来两个人又对一些相关具体问题 进行了很多探讨 虽然达尔文面临着自己20年工作 有可能一无所得的这种结果 但他还是建议华莱士发表自己的观点 最终达尔文华莱士的论文被一起发表 而华莱士也表现了宽容大度的品质 他认为能够与达尔文这位著名的博物学家 一起发表论文是他的荣幸 达尔文也为此对华莱士表示感谢 尽管华莱士提出的进化机制也是基于自然选择 但是两个人思想上任由所分歧 但是他们接下来友谊却是不变的 华莱士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 同样达尔文不仅仅学术上与华莱士交流 还在生活上尽力帮助他 达尔文说服英国政府支付华莱士一笔不斐的年金 解决了华莱士的生活困境 达尔文和华莱士体现出十九世纪英国的杰出科学家的高尚学术品格 以及他们伟大成久的友谊为世人所称诉 初恋婚姻和友谊都是达尔文重要的经历 深刻的影响了他的性格和职业生压 即使是伟大的科学家 人生中也有情感的波折 这些体验可以成为他们追求卓越的动力和灵感的来源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了 科学与浪漫之间的微妙交融 也让达尔文的赚情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我想呈现一些公众的误解 流传着进化人遭质疑被推翻之说 质疑是肯定的 推翻却不自语 争议是科学进程中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近百年过去了 进化人已经远远不是原来的 达尔文无疑仍然是生命之旅的启示者 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谢谢观看 下次再见 谢谢观看